欢迎收看中国在线 内地去年全年组织各项税费收入 达到31万7千亿人民币 新增的减税降费优惠超过22000亿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 多数据显示 优惠政策有效鼓励企业家大研发 刑珍宇报道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 内地去年全年组织各项税费收入 达到31万7千亿元人民币 当中税收达到15万9千亿元人民币 税务部门积极研究 并落实税费优惠 有效稳定市场 阿尼亚三年 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返费 超2.2万亿元 有力助力 稳定市场预期 提振市场信心 激发市场活力 数据显示 2023年前三个季度 全国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 达到18,500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13.6% 当中以制造业售益最广 达到11,000亿元人民币 占比接近六成 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黄云说 为了鼓励企业加强研发 相关税务优惠不断加码 税务部门将按照中央经济公众会议的 部署要求 认证落实支持科技创新的 税费优惠政策 不断提升政策享受的便利度 更好助力高水平科技智力自强 和企业创新发展 在打击涉税违法犯罪行为方面 税务部门去年一共查处了 13万5千户 管回各项税款损失 超过1,800亿元人民币 有线新闻 迎震宇报导 法改委表示会多推出 有利稳增长 稳就业的政策 刺激消费 扩大内需 审慎推行收缩性 抑制性措施 洪嘉昕捕道 法改委说今年会更加注重扩大内需 发挥政府投资大动作用 促进消费稳步复苏 加快新构动能 转换刺激投资 至于科技创新 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加强创新能力建设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为了深入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法国委说会做好宏观政策 取向一致性评估工作 审慎推出收缩性 抑制性的措施 全面稳盛 评估政策效应 从严从细 把关各项政策 对经济总量和结构 供给和需求 行业和区域 就业和预期等的影响 多出有利于稳预期 稳增长 稳就业的政策 审慎出台 收缩性 意志性举措 全面精准分析系列政策的叠加效应 进一步强化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 切实防范 何惩妙 放宽外资政策方面 法国委说全面取消制造业 外资准入限制 透过加强支持保障措施 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等 北京近日举办了一场招聘会 吸引大量年轻人参加 参与的不是世界500强企业 而是十多家乡村企业 专专设计间球员到城市请人 由乡村乐队希望招聘 懂得新媒体发展的人才 协助网上推广 由乡村咖啡厅希望招聘年轻人 培训他们为未来开分店做准备 甚至有专门售卖农产品 和乡村民创产品的电商公司 希望请一些年轻人 做农场主直播农场生活 肯定是想要找到我们 就是彼此能产生更多共鸣的人 愿意来到我们农场 然后能实现一份事业的人 老板看重的是年轻人的魄力和专业 年轻人愿意认证 看重的是乡村发展 得到政府政策支持 视为难得的机遇 我们也有一些在人才房 积极地帮他们进行申请 让他们能够安心地扎根 不管是国家 还是咱们北京势力 对评估农业发展这方面 是关注度比较高的 我觉得这个前景发展挺大的 然后也是一个 比较稳的一个就业方向 根据官方最新公布 去年12月 内地不包含在校生的 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是14.9% 25至29岁是6.1% 随着内地积极推动乡村发展 透过乡村旅游、特色产业、农村电商等推动城乡融合 年轻人不再视乡村为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近年寻工也不再局限于大城市 有线新闻迎震宇报导 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 内地去年出入境人数超过4.24亿人次 比前年上升超过两倍 当中内地居民和港澳台居民 分别有2.06亿人和1.8300亿人次出入境 按年各增加2.18倍和2.92倍 另外全年累计查验飞机、列车、船隻、机动车等 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超过2,346万架次 当局去年一共签发8,609万 往来港澳台通行证件同签注 对比上一年增加超过13倍 19,000个月港澳大湾区 内地高层次专业人才 获批往来港澳人才签注 440多万人次港澳居民 辞延期回乡证通关 天舟7号货运飞船 以3小时快速对接技术 成功与太空站组合体家会对接 将5.6吨物品 运到神舟17号航天园手上 陈坚明报道 3,2,1,等我 搭载天舟7号货运飞船的 长征7号摇白运载火箭 星期三晚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升空 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 在星期四凌晨1点46分 天舟7号成功对接在太空站天和核心舱 后向端口 是首次使用3小时快速交汇对接方案 神舟17号航天园 之后进入飞船 按计划展开货物转运等工作 他们今次获得的补给物资 多达260多件 总重量5.6吨 包括应用实验装置 生活物资 服装 食品等 单计新鲜水果 已经有近90公斤 为神舟17号 和后续的神舟18号 两个成组 提供生活保障所需 航天园还会收到春节大礼包 和农年盲盒 可以在太空宽度农历新年 计上今次天舟7号发射升空 中国今年共有四次发射任务 和两次回收任务 包括载人飞船 神舟18号 和神舟19号 两次发射 需要为航天园 进行必要训练 杨利伟说 已经确定 神18和神19 两个成组人员 六名航天园的人选 有线新闻 陈建明报导 在台湾 国民党的韩国瑜宣布 将会竞选立法院院长 至于副院长人选 他说愿意和民众党合作 韩国瑜在社交平台发文 表示将会和党内另一个立委 江启臣拍档参选 说两人会攜手 令立法院回到应有的监督制行角色 他又说 如果民众党愿意合作 可以优先给白营 推出的人选担任副院长一职 以推动在野阵营团建 台湾的立委选举 国民党获得52席 成为立法院第一大党 下个月1号将会选出正副院长 深圳东门暴行街 演变为网红直播一条街后 引起不少争议 当局一方面六十规管 同时推出不少配套 方便网红直播 强调管理不能一刀前 由于斯林讲下 深圳东门暴行街 有各式各样的商店和食市 气氛热闹 不少亡红特意选择这里做直播 表演跳舞和唱歌 穿上其装衣服 吸引不少徒人围观 我觉得这里挺好的 也可以让这些网红在这里发展 是一个网红发展的基地 即使像那些没什么粉丝的来 他来这里播 官方绝对会推送 让他们上热门 不过也有人觉得阻加又妖门 太多了那些乱七八糟的 我感觉 真的想多一点好一点 当局为了规范管理暴行家的户外直播 今个月十五号开始 所有人都需要提前两日 透过微信小程序预约登记 到了表演当日 还要拿工作证 才可以在指定规律和时间 做户外直播 但强调规管不能够一刀前 我们还开辟了两个地方 提供主播进行休息 充电化妆 做直播前的准备 在未来我们会有机的去结合 实际开辟一些 或者说举办多一些有营流 我们东门步行街区的一些活动 跟着主播一起来进行合作 当局表明希望将东门打造成网络直播基地 和才艺展览大舞台 增加暴行家的吸引力 游线新闻如斯南报导 节目时间到这里 稍后有其他新闻